6月1号开始 我国禁止旅行业组团赴中国旅游 引发了旅游业哗然 不少业者在开工之后 都在忙着处理退转团的事宜 下午观光署召集了各地旅行工会代表来座谈 并且对业者表示 关于进团已经试图努力要帮业者争取 不过强调跨部会的高层定调是如此 而旅行工会表示 会议沟通是没有共识 不排除会上街抗议 自立就机 春节前观光署宣布 6月起旅行业不得组团赴中国 近日再度解释 法人为发展观光条例 政府原以完成出团准备 但情势变更 组团赴露经营行为 已经损害国家利益 旅行业年后开工后 就持续在处理先前已收到的订单 台商也可以过去 自由行业也过去 宗教教的一个 这是我旅行社不能设讨 我旅行社是 是采到你观光署什么东西 你观光署是大 是旅行社的大家长 你要带头 而不是说你们不行 对此观光署在下午召集 各地旅行工会代表座坛 由署长周永辉亲自主持 他对业者强调 业者六月一日后 已收团却无法出团 导致损失的部分 观光署会再给予补偿 但六月起进团 是跨部会的高层定调 认为台湾若单方面送客 前往中国并不公平 除导致观光贸易失衡的国家损失 M503航路调整 也影响航空安全 学者表示世界各国通常以旅游目的地的安危 作为出团与否的建议 限制较为罕见 不过观光交流与发展 当然必须根基在国家安全条件上 而旅游业界对于政府 以有损国家利益为由进团 仍无法接受 不排除后续提示线 或上街乘抗来争取权益 记者传林间台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否则